敬唐勇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欢迎大家参与弥撒圣祭 我们把我们的意向 以及朋友们托付给我们的意向 乘奉在天主的台前 求祂福听悦纳 也祈求天主的圣意 临在于我们中间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好能虔诚地举行弥撒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 红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乐于住在城朴正直人的心中 但愿赖你恩宠的祝佑 我们也能度城朴正直的生活 使我们的心灵 真能成为你所喜爱的居所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 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雅各伯中途 一书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知道 每人都该随时聆听 不急于发言 不轻易动怒 因为人的愤怒 并不成全天主的正义 因此 你们要摆脱一切不解和种种恶习 而以柔顺的心接受那 种在你们心里的圣道 祂能救你们的灵魂 你们应做这圣道的实践者 不要听后而不行 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谁若只听 生道而不实行 祂就像一个人 对着镜子 照出自己本来的面貌 照完以后就离去了 立刻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样子 至于那细茶赐予自由的完美法律 而又保持不变 不随听所望 却实际立行的 并因他做的成为有福的 谁若自以为虔诚 却不约束他的唇舌 反而欺骗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便是虚假的 在天主父前 纯正无瑕的虔诚 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居 上主 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居 上主 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是那行为无瑕 实行正义 心口无欺的人 上主 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居 他不随口诋毁 不加害近人 也不欺凌邻居 他轻看 坐监犯客的人 而尊重那敬畏天主的人 上主 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居 他启示 而损疑也不反悔 他不放高利贷 也不受贵 加害无辜 这样行事的人 才能永不动摇 上主 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居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那些以善良和诚实的心 把上主的话保存起来 并以坚忍接触果实的人 是有福的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和他的门徒们 来到贝特塞达 有人给耶稣带来一个瞎子 求耶稣抚摸他 耶稣便拉着瞎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在他的眼上吐唾沫 然后又给他扶手 问他说 你看见什么没有 他举目一望说 我看见人了 看见他们好像树木在行走 然后 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 他定睛一看 就复原了 竟能清清楚楚 看见一切 耶稣打发他回家去说 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的天主圣言 来教导我们 过虔诚的生活 我们怎么样 过虔诚的生活呢 在第一读经中 圣言告诉我们 让我们首先 以柔顺的心 接受天主的圣道 在接受到圣道以后呢 其次还要身体力行 特别的照顾在我们生活中的 那些穷困 弱小 孤独者 在我们照顾他人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两颗心 第一颗心呢 是慷慨的心 在贫乏中去照顾他人 在我们自己的财源 在我们自己的财源 资源 时间 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慷慨的去照顾他人 在前不久呢 遇到一个母亲 单身的母亲 带着还在上学的一个小孩子 这个母亲呢 她非常感激 她说 我是一个低收入的家人 所以呢 政府呢 在最近呢 给我们蛮多的补助 我一下子收到了这么多的钱 非常的感恩 还拿出了几百块钱 说神父 这个呢 是我奉献给有需要的人 你看一看怎么办 是你可以遇到生活中有需要的人给他们 或者呢 你可以捐给圣文生会 这个穷人的组织 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他本身呢 就是一个低收入家庭的人 又有在读书的孩子 政府给他补助多少钱 其实他可以说 这都是不够的 Money always not enough 但是呢 可以看到他 如果按照他的生活所需呢 他觉得他的生活是足够了 当然按照一个人的渴望 奢望 再多的钱也是不够的 因此的第一点呢 就是让我们有一颗 帮助人的时候 有一颗慷慨的心 在我们的不足中 能够为别人奉献付出 第二颗心呢 是一颗敏锐的心 我们看到对方有什么需求 看到对方的需求 是物质上的需求呢 还是精神上的鼓励呢 还是灵性上的支持呢 或许如果对方是一个没有头发的秃子 我们就不一定给他去买洗发露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治愈了这个盲人 第一次给他治愈的时候 他看到的那些人 好像木头一样 树木一样在行走 一个没有什么灵性的 一个一个的木头 而我们这个人呢 是身心灵的结合 我们有不同的需求 我们并不是千篇余虑的木头 第二次呢 耶稣再一次给他的治愈 他看到了有血有肉有灵的人 所以在我们去关爱帮助他人的时候呢 让我们也有一颗敏锐的心 看到对方的需要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感谢赞美天主 今天的天主圣言对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有一颗开放的心 聆听天主的圣道 同时实践天主的圣训 在生活中有一颗慷慨的心 一颗敏锐的心 去主动的去慷慨的关怀他人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牢口的果实 卖面饼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酒水的餐盒 象征了天主 取证我们的人性 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 上主 万有的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牢口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 永受赞美 上主 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 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 求你悦纳 上主 求你洗净我的罪屋 抵除我的牵游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但愿这祭宪净化我们 革新我们的生活 并求使我们今世 遵循你的旨意 来日获享永恒的赏报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圣父 我们借着你钟爱之子耶稣基督 时时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基督是你的圣言 你借着他创造了万有 并派遣他救赎了我们 他因圣神将运 由童贞女诞生 他奉行你的旨意 为你争取神圣的子民 受难时伸开双手 以战胜死亡 宣誓复活 因此我们随同天使和诸位圣人 歌颂你的光荣 同声欢呼 圣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圣体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新的地豪迹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生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 光荣的来日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以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锤炼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我们的无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锤炼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锤炼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锤炼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真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我们的主宝 圣若瑟 诸圣宗徒 已经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祝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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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照来付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当不起你 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愿基督的圣体圣血 呼吁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阿们 我祖耶稣 我真心 却幸运你 在身体声势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 领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 不能失灵你 请收我 身体身体的安天 愿我完全 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 到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你以天上美食养育了我们 恩赐我们享有真正的生命 祝你使我们 仍实实渴求 这真生命的全缘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里城 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